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再介绍的是一部普通人拯救世界的科幻片 世界末日,宇航员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 突然遭到不明生物袭击,航空飞船炸毁 接二连三的不明生物冲入大气层,炸毁了纽约 他们发现太空中有一颗德州大小的陨石 在18天后就会撞上地球 届时所有的生物都会毁灭,包括细菌 太空总署的人决定要找钻洞工人进入太空 在陨石上钻个800英尺的洞,然后放入核弹,炸毁陨石拯救地球 他们找到了一流的钻井工人哈利 哈利要求带领自己的团队进行这项任务 于是一群工人开始接受12天的太空训练 陨石提前撞击了东南亚,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的太空行动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在发射的前一天,所有人都会到家里和自己最重要的人告别 一个已经离异的男人找到自己的妻子 告诉他自己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还见到了自己年幼的儿子 但妻子只和儿子说他是推销员 到了发射日,全世界都在转接这一重要行动 小男孩在电视里看到了男人 妻子这才知道他口中说的伟大的事情是指什么 哈利一行人分成两队 成功地进入太空对接空间站加油 燃料外泄,一行人差点命丧太空 他们有惊无险地驶向运石 在乱流中穿梭,很不幸女婿所在的飞船被陨石击中 失去推进器坠毁了,只有三人契机生还 他们只能开着钻探器在陨石上寻找哈利的小队 哈利的小队则成功地降落在陨石上 但却降落在了错误的位置 他们只剩下八个小时的时间钻洞 但第一个钻洞只钻了十英尺就断了 另一边由于月球引力影响了通讯 太空总数只能和航天飞机最后连线七分钟 然后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联络 而核弹需要透过军事卫星引爆和航天飞机连线七分钟后 还有五分钟能够引爆核弹 也就是说12分钟之后将无法再引爆 总统下令直接引爆航天飞机上的核弹 不管太空人的死活 坚军一发之际 哈利一向一同进入太空的太空总数的人保证 一定能够完成钻探任务 随后在他的帮助下拆除了核弹 所有人都活了下来继续进行任务 然而这次发生了不可预料的地震 钻探器被炸飞 太空任务失败了 同时陨石碎片击中了巴黎 毁掉了整个城市 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 女婿开着第二台钻探器回来了 成功地钻到了800英尺 他们现在需要将核弹放进洞里 但巨型陨石开始崩塌 遥控引爆器被砸坏了 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手动引爆 经过抽签决定是女婿留下 哈利说要送她一程 但哈利在最后关头将她推回了舱内 自己留了下来 等到飞船驶离远时后 在最后关头哈利引爆了核弹 在爆破下陨石偏离了撞击地球的轨道 拯救了全人类的生命 将检工人们也成功地返回了地球 成了全人类的英雄 既然是一部末日电影 自然少不了三情的情节 尤其是亲人的桥段 在这部电影里真是赚够观众的眼泪 而且小姐姐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雅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等着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见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